爱听我唱歌 唱蓝的心声 疯狂作回答 爱听我唱歌 这条真歌 三甘毕地都是你的心情 你爱唱的歌 是我的情绪 你的爱教我 你欢你合唱门的参 只哪里有我的歌 谁来作破 我会过多 哇 平安这个是前哨战了嘛 前哨战 对对 你之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节目对不对 对 就是台湾那么旺的节目 那后来是比到什么程度 就是大概比了一年多 然后就是但是没有过关 就是一样是留在那边然后继续唱歌 然后后来结束之后呢 大概隔了八个月多 然后就想要重新燃起对唱歌的企图心 然后就是来红人帮比赛 他一开始是想参加我们的小小歌王这台赛 结果后来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时段的嘛 对 要暑假嘛 所以他又先去了其他的台 也磨练了一年多其实那一年对你也很重要啊 对 有曾经想放弃过吗 就是之前有一次好像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游学团 然后也有想放弃 然后加上平常啊就是有课业很繁重 就是像要回家之后要练琴 然后跳绳 写功课 然后背一些要考试要背的东西还有那个练歌 对 尤其是你来红人帮的这段期间是你最忙的时候 对就是都要混在一起的 那你觉得你这么忙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活动是让你觉得最奢侈最放松最开心的 应该是去看棒球 对 可以抛开所有的烦恼吧之类的 所有的压力啦对不对 那现在你等一下 现在是小学生都流行跳绳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林芙玲也跳绳 她也跳绳 她是这么多家长怕小孩长不高 其实我也有跳绳 对就是运动而已 那你要不要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用跳得那么辛苦 没有我以前没跳 所以你趁现在 趁现在 好 我老的想要跳 跳 OK 那当你跟爸爸讲说你要继续完成比赛的时候 爸爸有劝你不要吗 没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一直都支持我的想法 我也觉得很 很开心 很开心 OK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今天我要唱温南老师的《听我唱歌》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因为我想要谢谢所有喜爱我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还有支持我的一些家人们 还有大家之类的 就是想要给他们听这首歌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为我加油 然后顺利的进到魔王站 是是是是而且他这次如果可以成功的这个闯过二十关 可能声音就要休息一阵子了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要六年级的课业比较繁重 加上有可能我会变身级 所以就先暂时没有要做比赛的这个规划 对 这样也好 哇 所以这是一场即将挥别同年的演唱 所以换句话说这会是 红人榜会是他在学生时期的最后一场电视的歌唱比赛吗 小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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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是是 那我们就来听你的演唱好吗 谢谢 来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掌声欢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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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掌声欢迎